好,我们看这一题,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来merge kegs sorted list 那么就是我们有这么多list 那我们就是要把它重新排序成这样子 按照从小到大 那我们怎么来排呢 这挺不意思,你看懂了吗 挺不意思,看懂了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有个方法就是说用一个data structure 就是把它放到那个parody queue里面 然后我们每次就是把最小的弹出来 然后给新造的result 你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pq里面 然后每个弹出来是吗 对,这是一个方法,但这个不是很efficient 所以有另外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指望parody queue去塞入他们每一个nick list的头节点 然后每次就是把最小的节点拿出来 然后就附给head 那么那方法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个dummy 那么这个dummy的话就是 list node等于-1 然后我们会让dummy 等于head sorry,我写错了 就是他等于head 然后到最后的话我们会返回这个dummy 对 就是我会用那个head去一个个去走 看看是哪个塞给真正头节点的下一个 当然你说那方法就是说我们都把它塞进去 然后再重新一个个把它pop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但假如面试官就是说他不想让你用多的空间 或者是希望你就是用那个concent那个space 对 OK 那那那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方法 都cd给我明白了 但后面你说二种方法就比较efficient的 我还没有去明白 好,我先那我把这个图拿着看一下吧 我先给你讲明白 然后再写 就比如这个 然后我们结果是这个样的 那我们一开始就有了个pq pq就是塞东西的 然后呢我们会有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是个dummy 然后他的next 就是一开始直到一开始的head 好,那么一开始我们就 pq里面就塞入1,1,2,对吧 嗯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把那个1弹出来 那么1弹出来之后呢 就其实是给那个 那个headnext 就是我1是指在这个地方的 OK 我1弹出来之后呢 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就当做是这个1好了 就是我的1弹出来之后呢 那个1就指到下一个next 然后我就把把那个4再放到这个pq里面去 嗯 OK interesting 对,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1拿出来 这个1拿出来 我把这个1弹出来 就是指指给下个1 就指到下个1去了 OK 因为刚刚那个1已经就是弹出来了 那么弹出之后呢 我们要做个东西就是把把这个1的下一个3拿出来 然后再放到这个pq里面去 嗯 OK OK 然后这个时候就 对,然后这个就是把这个2放进去 那个2放进去 之后呢 我们直接指6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把这个6放到那个pq里面来 然后再把3接过来 然后再把3的下一个4再放到pq里面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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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时间空间复杂度是什么 这个 这个时间复杂度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pq 啊 我们pq里面是塞了n个原则 就总共是n个原则 对不对 塞的过程中是 pq 它input就是那个offer是什么复杂度 我看一下 offer应该是那个logn ok 所以就是那个pq它是 呃 logn log3吧 因为每次它只只只维持三个那个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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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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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练表的 就是就是那就是那个linked list的数目 OK 好 然后 然后 其实像这么走完之后 呃 我加到那个结果里面去是 呃 o1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 没什么特别 所以它整个复杂度就是 nlogk 就是就是nlogn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所以时间是多少 nlogn 呃 呃 是nlogk 对 如果是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写法 就是说我们全都先塞到那个paralliumq里面去 那像这样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nlogn 一个是nlogk 一个是nlogn 一个是nlogn 就是就这个区别 对 这个我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说是nlogk 然后又不是nlogn 其实它俩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没无法确定k可能n是谁大之小的 那肯定是n大了 就比如说像那个 就就就比如这个地方它链表是三个嘛 那k就是三个 对那nn是指每就是所有的元素 就所有那个node 就是一共有多少node 就是一共有n个node 但是它只有三个念表一开始 对所以它其实准确的来说 它的时间法应该是nlogk比较准确的 对对对 就是按照我那个解法是nlogk 对 但是如果按照之前我们说 就说我们都全都放到那个paralliumq里面去 然后再集体弹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nlogn了 对 空间空间呢 那空间复杂度的话是 我觉得我这个是o1吧 空间我没有用到额外的空间 我就是用那个head 用那个pq啊 哦那个pq它只是 哦哦哦哦哦哦 对你这么说 对你这么说的话 那空间法就是ok嘛 对吧 因为我 我的paralliumq里面只会维持三个吗 这个三就是我们那个输入的三个念表吗 对 对 没有问题 哦 但是但是最差的情况下就是n跟k是一样的 对 对最差的时候n是k一样的 就是它每一个link list只有一个元素 对 好那我开始了 好那我开始了 好那么一开始的话我们就会检查看看 啊那个nook list 是不是为空 或者是list 长度 是不是为零 其实我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check 但是好像 就是这么切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不检查那个list 嗯 好吧 反正反正就这么检查 我们回来讨论为什么这么写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就成为空 然后我们去把 然后我们就去去处置化一个 那个 paralliumq 那么parallium就放了 pq 然后然后我们就 priorityq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它们怎么排 那么我们就用那个lambda expression 那么我们就是说 把小的排在前面 大的排在后边 就是用这个形式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就一开始的话 呃 呃 我们还得 我看得做什么 呃 我们就是把那个 list node 呃 我们就当做是l吧 list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l全都 就如果说这个l它不为空 就注意一下如果它为空的话 是没办法将那个 那个paralliumq 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 它是不为空 对 因为如果说它那个l为空的话 你将去它会报错 然后将去之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定 那个 list node 就等于head 那么 那我们的head是 等于new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 dummy dummy 也是指在head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 那么我们会用那个head去 到时候会一个个去往那个 最终的结果上 结 结东西 啊 看一下 当然我们最后就return 我们return 就是那个 dummy 的next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如果 wire这个pq is not empty 对不对 只要它不是empty 我们就会把当前的这个 is not 比如说它是current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就是pq pull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 把它接到那个head后面去 同时我的head就往后面 同时我的head就往后面走一步 ok 嗯哼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再检查如果 我的current 我的current next 它不为空 我还是可以把它加到那个 那个pq里面去 就像我们刚才解释的就是说 我们把最小的东西弹出来 就是接的那个 那个result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把 再把那个刚那个点的下一个 又把它塞到那个pq里面去 嗯 对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pq 然后这个是初始化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东西拿成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吧 对啊 哎 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这是定中写错的吗 我们确实是在比较这个值吧 嗯 这个值好像没问题 但是你写的方法好像不 这个好像是a.y6-b.y6 哦 太蠢对 好那么这个这个就过了 嗯